全红禅15岁有惊喜 20天后迎来大考 陈若霖让黄姐吃尽苦头 3月28日 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禅 迎来了15岁的生日 奥运会官方也在第一时间 送上了生日祝福 祝福这位跳水天才少女生日快乐 除此之外 国家游泳队也特意为全红禅 准备了蛋糕和礼品 让全红禅度过愉快的15岁生日 大家都知道 全红禅是中国跳水队 一颗懒懒生起的星星 首次参加全国比赛 就夺得了女子斯米台冠军 之后又在奥运会选拔赛中连续夺冠 从而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接着再在东京一战成名 以三挑满分 总分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 毫无权念夺得斯米台金牌 他也因此成为了我国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要知道当时全红禅才14岁 而且入选国家队也只有10个月的时间 一时间 全红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 天才少女也逐渐成为了他的标签 为了更好的保护全红禅 国家跳水队很少向外界 透露关于全红禅的消息 而全红禅也是很增弃 非常的低调 没有受外界干扰 奥运会结束后依然努力认真训练 尽管年纪还小 但是他还是展现出了不 同于年龄半的董事好稳重 如今全红禅迎来了15岁的生日 奥运会官方第一时间送来了生日祝福 或许全红禅影响力太过于强大 奥运会官方在祝福中 特意加上了一具东京奥运会 十米台冠军全红禅 这足以看出奥运会官方对于 全红禅的认可和喜爱当 蓝今天除了奥运会的祝福外 国家游泳队也特意为全红禅 准备了蛋糕和礼品 看到面前的大蛋糕 全红禅肯定是兴奋之志 毕竟在集训期间蛋糕是很少吃到 而且要知道 全红禅目前正处于 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 为此国家队还专门为全红禅 请来了奥运舞金王 陈洛林担任全红禅的主管教练 相信陈洛林 教练对全红禅饮食方面要求一定非常严格 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有网友问洪姐 吃完饭了吗 全红禅来了一句不吃 为为啥全红禅就说减肥 还加了哭泣的表情 看得出全红禅在克服身体发育难关期间 没少受苦 可这就是女子跳水队的境况 这需要不断的忍耐与磨练 相信度过这次难关之后 全红禅会出现全新的一面 根据此前已经官宣 到2022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大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一站时间 将会在2022年4月21日至26日 在西安二体中心游泳跳水管开赛 也就是说在20多天之后 全红禅将迎来一世大考 据爆料 目前全红禅在队内受到了不小挑战 前一段的队内赛中 全红禅遗憾不抵陈于希没有拿到第一 不知道在下个月的比赛中 全红禅能否再次一名惊人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祝福全红禅生日快乐 希望全红禅能够继续加油 取得更耀眼的成绩 期待全红禅未来的精彩表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